尼瑋雅工作室各别有用过各种各样的笔电 因为工作的关系 很多时候必须要随身携带笔电跑各种场次 太大不行 太小辣眼睛 所以这次 我们收到了一台ROG Strix G16的评测邀请 而刚好近期沉迷于基站佣兵6 和需要评测刚推出不久的星空 我们便在这段时间内 好好体验了一番ROG Strix G16的魅力 首先 外盒上有着ROG一直以来独特的包装设计 打开外盒后 还会看到这里有个小机关 可以把笔电立起来以方便取出 就连包装上也放上了小心丝 不愧是ROG啊 取出主角笔电后 除了说明书 就只有一个280W AC插座 和100W Type-C插座 外观上 这台ROG Strix G16采用了大胆的电光绿配色作为点缀 还在后方排气孔上有着油漆斑点图案 低调又不是态度 机壳上方醒目的ROG logo 和机身前下方的RGB灯效 唤醒了gamer们内心的小鹿 然后上方还有个鞋切面的设计 基本上就是这几年来 大家常看到的ROG式鞋面风格设计了 虽然较少人会注意 不过笔电下方也有暗藏的小细节 除了有电光绿点缀 这几个橡胶防滑设计真的非常好用 整个下方的通风口都有经过ROG 360度的设计理念 不管在任何角度上欣赏 这一台笔电外形真的让我觉得非常好看 虽然说这台ROG Strix G16重量来到2.4公斤 不过超薄的显示器可以让我只用一根手指 就能轻易的开合 键盘上的RGB基本上算是标配 就不多说了 整体手感的话 我们来听听看敲击键盘按键的声音 不需要多说 Noise 接下来直接开机进行测试 首先简单说一下这台ROG Strix G16的配置 CPU搭载了第13代Intel Core i9-13980HX Processor 显卡RTX4070 8GB DDR6 16GB DDR5 RAM ETB SSD 还有16-10QHD加的显示器 这边就把整个硬体列表放在左手边让大家参考 虽然说作为游戏媒体 就要测试各种游戏 不过这个100W的插座 足够让我在外处理各种简单的工作 还能选择携带重量级280W充电器 以达到想要的性能 接下来的游戏我们直接以最大活力输出测试 看看能不能满足游戏评测员的期待 首先 身为FromSoftware粉 必须要测试近期发售的激战傭兵6 我们直接把画质拉到最高 来看看可以跑多少帧 游戏FPS整体可以平均在90 进入激烈战斗有可能会在70-90之间漂浮 CPU温度85度 GPU温度稳定80度 要是不介意噪音 把风扇转速提高还能再把温度压低 画面调至高 则可以无压力跑120FPS 当然遇到战火激烈的状况下 偶尔还是会掉针 接下来测试星空 虽然游戏发售后 有很多玩家们都说优化问题 不过这次就来看看 这台ROG Strix G16跑起来会如何 从高画质设定 城市内体验 游戏帧数可以维持在65FPS左右 CPU温度80度左右 GPU温度78度左右 要是把画质拉到最高 帧数会落在45FPS上下 偶尔还会掉在35FPS左右 这时候风扇转速也会自动提高 后续希望星空可以再与NVIDIA一起把游戏优化 跑那么高效能还能持续把机体温度稳定 要多归功于ROG这次的散热技术 除了有着三风扇和环状出风设计 这次还配备了七组散热管 让运行游戏的时候 最高可以把显卡和处理器的温度降低15度 不得不说在测试游戏的时候 发现ROG称呼为Nebula Display的显示器 简直就是亮点 除了超高240Hz和3ms反应时间外 这款16寸大小 16比10比例的显示器简直不要太棒 颜色方面官方是说 有着100% DCI-P3广色域 和Dolby Vision影像技术 再加上Adaptive Sim 自适应同步支援 基本上游戏所呈现出的色彩超级惊艳 如果用这台笔电休闲的时候 看看视频或电影也是一种享受 不管再玩什么类型的游戏 都会游刃有余吧 最后来说说本次再使用2-3周的心得吧 总的来说 虽然16寸笔电加上充电器 有时候会显得比较重 不过这次配备这100瓦充电器 让我有选择的权利 要是有条件 还能找体积更小的100瓦充电器 身为一个每次需要到处出差 以及跑活动的游戏媒体工作者来说 第13代Intel Core i9-13980HX Processor 强大的处理器 加上RTX4070 不管在什么时候用起来都很充足 完全不会有一种 觉得电脑性能不足的感觉 目前这台ROG Strix G96售价 在马来西亚是9,499令吉 加上这次购买 还会配备一个ROG包包 一次消费基本上可以满足全部需求 酷炫的外形和RGB灯效 想必是大多数游戏玩家梦幻的笔电 要是预算充足 ROG Strix G16绝对不会让大部分玩家失望